看过三国演义的人 都深知一个事实 刘备虽脱骨于诸葛亮 但蜀汉天下能存实四十余年 有一部分功劳在姜维身上 姜维作为一个魏国祥将 能将蜀汉天下深暗于心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且姜维为蜀汉绝对称得上鞠躬尽瘁 不计身子 姜维死 蜀汉王 所以有人说 汉大将军始于寒线 忠于姜维 姜维就像一盏明灯 照亮着诸葛亮时代后蜀汉所有的余光 一个魏国的祥将 却为蜀汉留见了最后一滴血 一个没有见过先祖刘备一面的人 却比刘备的儿子 更加珍惜蜀国的基业 一个一生再没有回过一次家的人 却像诸葛亮一样 执着于北伐事业 但有远至 不再当归 这是姜维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 就曾许一下的约定 他说 不完成兴富汉事的事业 他绝不回家 后来 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水 回过生他养他的家 现在天水这片土地上尸 他已经死无全尸 甚至连一片尸骨都没有回到家乡 才知姜维 迫于无奈投降 深受诸葛亮器重 称其梁山上尸 称蜀汉洞梁之才 姜维 自博约 未朝人士 其实他是个苦命的人 虽然自己出生于关缓之家 但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 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清贫 大概因为这样的现状 姜维从小志气很高 在《三国志》中记载 姜维自有博览群书 酷爱孙武之血 有胆意 才知超人 其实 除了兵书 姜维也喜欢精血 特别是大明家郑玄 后来 姜维承认 因为自己父亲是战死江朝 所以他受到了魏朝的疯子 做了魏朝中郎 这也不是什么打官 就相当于郡中一名军事管理员 建兴六年 也就是公元228年 诸葛亮第一次出兵骑山 当时 正值姜维随着魏朝天水 太少马尊以及梁许 银商等人四处视察工作 可让姜维没想到的是 上次马尊竟然不相信自己 成夜先跑去了上规 姜维发现之后 只好追赶马尊 紧赶慢赶 还是比马尊晚了一步 人家上规早接到明明 连门也不肯给他开 姜维没办法 只得改到寄宪 没想到寄宪竟然也不肯给他开门 面对着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的现实 他心一横只好去投降诸葛亮 这一年姜维27岁 在与诸葛亮回车熟中的过程中 与母亲失散 但很快他收到了母亲的信 母亲让他想办法快点回到魏朝 但就如前面说的 姜维有大志 自然不会朝秦暮处 他正回复母亲 良田白起 不再一谋 但有远至 不再当归 而诸葛亮恰恰看出了姜维的这一志向 因为身为赏识 从而封气为阳廷后 同时 诸葛亮对姜维的赞赏一遇言表 三国之术书《姜维传》中就要记载 有一次诸葛亮在给蒋婉的信中说道 姜博约中秦时事 思虑精密 考其所有 姜博约慎敏于军事 既有胆衣 身界兵衣 此人心存汉手而才监与人 比较军事 当前一功 金剑竹上 果然 姜维很快就上升了 被蜀汉后主封为中监军 征兮大将军 至此 姜维成为蜀汉重臣 更兼卧龙新属得力之人 卧龙先士 姜维受命 成肩负蜀汉生存重任的大将之一 为魏国以军事一致为榜一样 东征西战 可惜 诸葛亮六出起山 有此不得闲 最终命运五丈元 这一年是公元234年 其临终之际为蜀汉留下三个大将卫国 即 姜维 肺一 姜维 应该说姜维至此成为蜀汉的重要人物 被奉为右监军 赴汉将军 平乡后 此时姜维手握蜀中大权 任大司马 他知道诸葛亮对姜维的赏识 于是任命姜维为司马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姜维多次带兵出征 姜维有之于蜀汉 又受诸葛亮的影响 自然更加为蜀汉天下不遗余力 公元246年 温山郡曾经因为少数民族聚集 从而出现了蜀汉统治之权受阻的事情 姜维亲自带兵 燃应兼施 很快就将这股势力给平定了 后面 姜维带兵多次出龙溪 因为他一直遵循着诸葛亮出兵齐山的遗址 认为蜀汉之权不出则亡 所以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可以看到 姜维时常大举行兵 只不过 当时费一认为姜维此举不同 更偏向于蜀中修养生息为主 每次姜维要出征 他就不堪给人马 搞得姜维一个大将军 每次只能带一万人之内的队伍出征 在《资质通剑》中 就这样的记载 费一说姜维 无等不如丞相一以原意 丞相由不能定中相 况等乎 不如且保国致民 谨守设计 如其功也 以似能者 无为蹊迹教兴 绝成败于义军 若不如止 毁之无极 但费一于253年去世了 如此一来 军中大权的洛将尉之手 于是他立刻开始了出兵齐善的征访 只是结果并不理想 导致死伤甚重 百姓们对此颇有怨念 将尉为平民怨 引咎自贬为后将军 只不过还行大将军之事 就在这个时候 魏朝派了人马来攻 从而造成蜀兵疲惫不堪 民生不济 后主无能而降 将尉记诈向失败 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只留一关种于事 赶东后人 敌攻关不克 也无功果 千里献粮 自然疲乏 隐退之日 然后诸成并出 与游军并立脖之 此舔敌之术也 将尉虽然智谋不错 而且奇迹也深得朝廷认可 但奈何此计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不得已 将尉只好再次攻问 结果可想而知 当年卧龙尚不得出 将尉虽有大志 却也只能涂炭现实不力 将尉在损失严重的情况下 只好在达中顿兵不动 但让将尉没想到的是 蜀汉后主流禅身边 有个叫黄浩的宦官 一直与将尉不目 他趁着将尉不在 便开始从中操作起来 将尉也不傻 他马上上书流禅 要求斩杀黄浩 只是后主不听 将尉未避祸 只能在达中肿脉不出 就在这个时候 魏军又来发了 其兵分三路 一路阻将尉打中出兵 一路进攻五都 阻挡将尉退路 最后右派一路直举成都 黄浩一直都游说后主 说放心吧 魏军过不来 结果导致蜀军被动 遗误了战机 致使魏军一路杀了进来 此时将尉受到魏军劝详信 将尉并没有回应 魏军因为粮草补给 准备退兵 没想到邓爱执军 却出气不意地到达了成都之外 这下后主才知道大事已失 不得以率人投降 将尉本想利用击中计反败为生 于是写信给后主 冤陛下人数日之路 臣御是设计为而复安 日夜幽而复明 可惜他用气不精 竟然被泄露了出去 结果被魏军杀入 直接死于军中 随着姜维的死 匡扶汉室的计划 也彻底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而对于姜维的功果 至今众说纷纭 或许这个蜀国的孤勇者 并不在乎后世的评讲 因为他依然对得起诸葛亮的悉心栽培 也担得起蜀国最后的英雄这一美誉 已尽其心 可昭日月 曹魏的皇帝曹焕夸赞他 数所事来 唯唯而异 后世的史学家郭斑赞他道 实属官属皆天下英俊 无处为诱 魏军对姜维恨之入骨 对他的尸体也不放过 不但分解四肢 还挖心挖肝 据士说记载 姜维的胆被挖出 犹如都一般大 当然 这可能是误传 毕竟都那么大 怎么装入身体呢 原本姜维死无所生 好在他的部下忠烈有结 偷偷将其战靴收起 于甘肃甘谷 为其立下一座衣冠中 这就是后人发现的姜维目 其至之间 其情之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 姜维目前 一片残破衰败之下 枯草遍地 至今无人计败 就像他生前那般无助一样 估计的屹立在天水的土地上 诸葛亮在世 就算北伐不能成功 还有赵云 马素 蒋丸等之友 可是姜维 连他的战友料化 张义都质疑起了他 甚至皇帝刘禅劝他投降 对于姜维 那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若有幸到了天水 不要忘了天水 还有姜伯约姜维目中无姜维 姜维精神存天水